刚刚呢我们知道如果按照某一行某一页进行排序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在学习这样一个 取行取虐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如果说要取前100行 我们使用方块来取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dumpi一样的 可之前dumpi一样的看出来吧 取前面100行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做下这个操作 我们print一下df 然后呢比如说不写100吧就写20 前20人可以这样写 大家注意了这里呢在方块里面我们直接写数字 表示的是按照行进行操作 这是前20个名字中最多的 名字最多的名字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想 我要取前20个里面 单独的只取名字 也就是单独只取rollabel 就是该怎么写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在刚刚基础之上 比如说20再去干什么呢 取一下rollabel 这时候肯定有一个问题 刚刚不是说方括号应该写数字吗 为什么又写的是字符上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df取前20是个什么呢 这是什么类型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类型啊 这种数字 数字 这堆数据 好不疑问 肯定是一个dataframe的类型嘛 对不对 因为它有两页 对吧 有两页 肯定不是一个series 肯定不是一个当派的ndarray 因为ndarray它是没有这种锁引在前面后面的 对吧 所以它肯定是个dataframe 那这里呢大家就注意了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直接传字符上的方式 是干什么的 取的是 具体某一页 如果说我们全是数字 取的是 行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前面这一部分内容呢 所以我们取的是 前20行 那么后面这部分内容呢 所以我们是取的是 具体的roll label那一页 对不对 大家能发现吗 roll label这一页 所以通过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发现 在pandas里面 如果我们要取行 或者取一页 有两种 pandas 取行 或者一页 的 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方括号 写数字 表示取 行 对 行进行操作 如果我们写字符上呢 表示的 取 列 所以 对 列 进行操作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dm取了roll label之后 下面这一块数据 是个什么类型 下面这块数据 是什么类型 这一块 是不是一个series 类型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一列 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 type 把它复制过去 type打错了是吧 打错了 结果就是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series的series类型 对不对 我们看它也能看出来 为什么是series类型呢 因为我们具体只请了一列 那取了一列之后 它肯定是中间这一列的数据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那么到时候结果呢 肯定是个series类型 因为它是在pandas里面 series类型 如果我们取了两页呢 那肯定就是一个 dataframe了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 简单的这种方式来取行 或者取列 我们可以怎么来取 我们写数字 表示取行 那么写字符上的 表示取列 那么其实关于pandas里面呢 在具体进行这样一个 索引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除了刚刚所说的 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粘着写之外 粘着写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先取前一百行 对不对 再取 看了animal那一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去 看了animal那一列 再取前一百行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因为先是个series 然后呢 再取按的行进行操作 也是可以的 那么在pandas里面 除了这些之外呢 可能我们经常有一些 更复杂的操作 那么比如说 我们既想 同时取某些行 又想同时取某些列 那这些操作呢 我们对应的 有这样两个方法来学习一下 这两个方法呢 分别叫做loc和rloc Planas呢 有一些经过优化的两个方法 loc呢 它是通过标签 来进行数据的获取的 什么叫标签呢 标签就是字幕团 像wxyz abc 这就是标签的意思 理解吗 这就是标签 那么rloc通过位置呢 进行数据的获取 位置是什么意思呢 当前a是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 第一列第二第三列 我们只写一二三 这是通过rloc的方法来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rloc 那比如说呢 那比如说呢 在t这里 它是wxyz 这样一个数组 那么我们在apps里面写一下 t3对于pd.dataframe 然后呢 这里我们写个np叫orange 12 就是reshape 三四 然后index 等于 那一样的 list的一个三行四列 对不对 abc abc 小写 然后colum 对于list 我们看t3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我们t3 使用一下rloc的方法 那么里面传什么呢 也是方过r来取直播取列 里面我们传入 和之前一样 多少前面多少后面 多少前面表着行 多少后面表着列 传入a 传入z 那就是a行z列 那条数据就是三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三它是什么类型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三是什么类型啊 三是什么类型 三是series类型 我们前面是不是见过这个结构啊 它是lampy里面的一种数据类型 lampy.1等64对不对 是一个数值的一个类型 因为取得刚好就是一个值嘛 所以它肯定就是一个 1等64等判断4等类型 我没有给它指定情况下 就是这个样子 那可怜有特别想 我要取 第a行 第cd列呢 列呢 我们不想管 不想管 怎么办呢 我们要取整行 还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当然可以想着写冒号呗 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冒号加不加 我们知道 在前面当派定我们不知道 它是可以不用管它的 对不对 在取行的时候 后面列这一块是不用管的 我们来看一下 lampxyz0123 这个结果是什么类型呀 我们取到aj一行 肯定是series内型 对不对 这是它的所影 这是一行 对不对 series内型 那么如果我们要取一页的话呢 前面是冒号 后面是什么呀 比如说取y这一页 y是大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呀 t3 y是大写的 对不对 所以取到之后呢 就毫无意外 也是一个series内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刚刚做的操作是 专门来取某一行 或者某一页 如果我们要取多行 或者多列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看一下t3 比如说我们要取第一行 和第三行 那么要怎么办呢 loc 那么我们写a 传入c 然后写个动画就可以了 你解吗 那或者说 这个动画我们知道 也是可以不用写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不用写 t3 对吧 写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 a行比c行 是不是就选中了呀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当然呢 我们在后面打上一个动画 打上冒号 肯定也好有用 也就是能选中 那如果说我们选 选多例的话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打上冒号 然后后面呢 我们写上 比如说w 然后写上这个z 也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连续的同时 取多方多例的话呢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就是写着a 写个小a 写个小b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类型啊 还有这是个什么类型啊 肯定好 因为这个data frame 由他有两列 对不对 data frame 这种类型 这种方式 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对不对 非常简单 那么在这里 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地方 a 冒号c 在我们使用 标签进行锁定的时候 它可以写冒号 表示从a一直取到c 但是呢 大家可以发现一下 c它是不是选中了呀 我们在进行这种切片的时候 我们知道最后一个位置 它是选中的 对不对 在当前我们使用loc的这种时候了 使用loc进行标签锁定的时候 它是能选中的 你解吗 a b c都选中了 正常情况下 c是选中的 当然在这里呢 有些特殊 对吧 有些特殊 这是关于panas里面的loc这个方法 loc这个方法 也是非常简单 它能够帮助我们 通过标签的 进行数据的获取 那么也知道 通过标签进行数据获取的时候 在获取行的时候 在列那一块 我们是不用管的 那么在获取列了列的时候呢 行那一块 我们需要打上一个冒号 对不对 打上一个冒号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 iloc这个方法 它通过位置 来获取数据 那通过位置 获取数据 怎么获取的呢 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拿 刚刚的这样一个 t3的为例子 那么t3.iloc 我们只要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要取第一行 那是哪一行呢 是不是这一行呀 是不是这一行呀 回头看一下 是不是4567 WSYC呀 那么取第三行 那没有3 对不对 已经报错了 那么我们要取 基地某一页 怎么取呢 t3 第2 第2 i loc 那么我们刚刚取的是 中间那一行 对不对 那毫无疑问 特别打上冒号和直接一样 一定也能取到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取 某一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取第三列 我们写个20就可以了呀 就这个样子 我们要取不连去的多列呢 我们要取第二列和第一列 你这样来写 是不是Y到前面 Z到后面了呀 那也是一样了 前面呢 我们也可以做种操作 那比如说我们要取第A列 还有不是 取第0列 还有第3列 我们得到的肯定是什么呀 1098 对不对 2198 写错了 说错了 是这个跟这个 对不对 这个和这个 0 我们取的是第二列 第三列和第二列 对不对 第三列是他嘛 对不对 第二列是他所以是21和90 但是他们转过来了 现在是 2的前面 1的后面 10的前面 9的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先写的是2 再写的是1 对不对 通过这种方式 也是可以会的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这种 去年系多行多列 那比如说我们要取第一行之后的每一行 那加上什么呢 加上第二列之前的每一列 那就可以这样来写 第一行之后的每一行 第二列之前的每一列是4589 对不对 4589 这个结果 那么当晚呢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复制 那比如说复制 复制什么呢 复制成这个 30 我们看一下T3 是不是全部这一块变成30了呀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关于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ILOC来进行这个数据获取 进行数据获取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看我们之前的ILOC其实差不多 对不对 那么只不过现在我们全部得写数字了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先取到某一个值之后呢 对它进行复制 那复制之后呢 对应位置的内容呢就变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把它复制为什么呢 N7.man 我们发现居然可以复制成功 你没发现 所以在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 我们直接这样复制是会报错的 为什么会报错呀 因为它要转化成float类型 对不对 NT的NA是float的 但在这里呢 它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在 DataFrame里面呢 它是自动会帮助我们转化的 我们去看一下 T3 是不是就变成NAN那样 NAN那样 只有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下个的时候呢 来练习一下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接着往后讲 在下个休息十分钟 好 好 谢谢观看